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生了新的教义和新的宗教经典 从而演化成现代的印度教 甚至连佛都给纳入新的宗教体系 成为印度教的神 佛教的教义比如非暴力等 也成为印度教信仰的一部分 伴随着新的印度教的产生 也产生了对于种性制度的新的解释 这就是第二种解释 在印度教重要经典宝扎范格 Ogma GT中 神人举Dune和Karma的不同 而创造了四个种性 这里的Dune和Karma就如同中文的道义词 很难准确翻译 Karma有许多意义 包括行动 行为 劳作 运行等 对于Karma有好坏的区分 但是究竟是好是坏 答案要根据种性 年龄 性别的不同而不同 比如同一个行为 对于高级种性来说可能是好的 对于低级种性来说则是坏的 这里我们可以勉强把Karma当作社会工作性质理解 至于哥尼可以近似理解为各种属性 各种生物 包括会动的和不会动的 都有Dune根据各种属性的组合 形成了三种基本的Dune 第一种Dune是Satva 这个性质包括了智慧 聪明 诚实 善良和其他的正面的品性 婆罗门正是具有Sat 这样的品性 相应的 应该从事神职工作和当教师 与之匹配的颜色是白色 第二种Dune是Rodges 包括勇气 自尊 活力以及其他热情的品性 差地利正是具有这样的品性 适合的工作是武士和世俗统治者 与之匹配的颜色是红色 第三种是Thomas Thomas 包括了迟钝 与钝 缺乏活力和其他的负面的品性 所有的D级种性都具有Thomas的品性 只是由高到低不断增多而已 飞射兼有Rodges和Thomas两种品性 颜色是棕色 适宜从事农业 商业 手工业 而手陀罗则是纯粹的Thomas品性 颜色是黑色 只能从事各种低贱的劳作 五种性者 Outcast 贱民包括在内 同样是5Thomas品性 它没有相应的颜色 因为没有比黑色更大的颜色了 贱民只能从事最肮脏的 比如清扫人处分便 清理动物食 体等工作 各种种性和副种性的来历 都可以通过Duna和Kama的不同比例成分和搭配得到解释 种性制度的真实来源 还是我们所熟悉的亚利安入侵 也就是第三种解释 印度最初的居民人种比较混杂 有非洲类型的尼格罗人种 澳大利亚类型的黑棕色人种 类似我们中国人的蒙古人种 和来自地中海地区的达罗皮图人Davidian 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 亚利安部落从印度西北部 进入了印度四大陆 主要和达罗皮图人 以及澳大利亚类型的黑人冲突 占据了印度北方地区 亚利安自己的社会形成了三个群体 第一个是战士集团 称为Rotayana 后来名称改成了差地地 第二个是祭祀集团 被称为陀罗门 这两个集团为争夺亚利安的政治权力 进行了斗争 结果是我们熟悉的 陀罗门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亚利安人的第三个集团是农业和 手工业生产者 他们就是废社 许多印度的土著居民 也被纳入了亚利安社会体系 成为守陀罗 守陀罗的最初来源不仅包括 被征服的土著居民 还包括亚利安人和当地土著生的混血后的 废社往往是农场主 商人 手工业主 地主 而守陀罗则是在农场工作的农民 或者在手工多方进行劳作 在亚利安征服后 亚利安人逐渐建立了许多社会和宗教制度和规则 使得这种阶层的区分被永久固定下来 种性制度由此产生 种性制度的最大特征 就是其顽固性和凝质性 各个种性之间不会转化 不仅永久固定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地位 还固定了他们的职业 限制了各个种性间的社会交往和婚配 由于征服着亚利安人的浅色皮肤和当地人的深色皮肤对比鲜明 所以肤色是和种性制度紧密联系的因素 种性其实被称为瓦尔雷沃 这个词就是指肤色 随着岁月演化 亚利安人的肤色也在变化 即使是今天的高等种性的皮肤 也往往比我们东亚的黄种人的皮肤都黑许多 在西方 有一个侮辱印度人的词汇 把印度人叫做打磨过的黑人 因为他们的肤色虽深 但是仍旧保留了白种人薄唇窄鼻等特征 仿佛把黑人的厚嘴唇和宽鼻梁打磨精细了 如同古代世界的其他社会一样 从事某项工作的家族 将是本从事这样的工作 家族逐渐增大 他们就成为了一个社会团体 这样的团体在印度语言中 被称为贾特赛或者Yoti 翻译过来就是负重性或者亚重性 各个负重性中的成员 像四大种性的成员 一样有自己的义务 他们的某些活动 也必须得到自己的负重性团体的同意 比如印度的圣雄甘地 在他想去英国学习法律前 他必须向自己的负重性提出申请 请求批准他离开印度 甘地这个姓氏就显示了他所属负重性的意义 甘地GAMD的意思是蔬菜水果商人 或者说菜饭 在四个种性之外 还有一个被称为无种性Outcast的部分 中文往往简单的翻译成贱民 其实贱民只是无种性的一部分 在古代被被捉夺种性的人 往往只能从事肮脏的工作 成为贱民 而现代的许多印度人因为不满种性制度 自动退出种性 他们也成为Outcast 今天的印度大概有20%的人口属于Outcast 但是他们并不都是贱民 贱民的最初也是来自一些从事污秽工作的 被征服的土著 从事捷径工作的土著 被纳入手陀螺 所以被认为是不可接触的人 Intouchables 他们不仅不能接触高级种性的人 甚至要从高级种性保持相当的距离 而某些工作由于非常肮脏 甚至被认为是不可见的人 Intouchables 他们只能在夜晚从事工作 以避免被高级种 性的人的见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